大家好,今天是3月28号,我们宅在家里的第六天 今天不聊疫情,跟大家聊点轻松的话题 就是在美国读MBA,读体育商业方向的MBA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先介绍一下我的学校 俄勒冈大学,吉祥物是一只鸭子,所以我们都叫DUX 为什么吉祥物是鸭子呢?因为在尤禁真的到处都是鸭子 如果你去我们学校旁边的一条小河边上 那里成群的鸭子整天待在哪儿,而且也不怕人 并且长得真的就和吉祥物一模一样 我读的MBA是两年,我是在19年秋季入学 每年有三个学期,秋季,冬季和春季 我现在已经上完了秋冬两个学期 那么春季学期将在下星期开始 我们学校的MBA有五个专业方向 分别是策略与领导力,金融分析,企业创新与创业,可持续发展 以及我所就读的体育商业 这也是最大和最有名的一个方向 同时也是全美为数不多的开设体育商业方向的MBA 像我的同学中呢,很多本科都是毕业于南加州大学 加州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名校 他们也说他们来这儿的原因就是因为俄勒冈的这个体育项目 真的非常有名 我们学校在美国算得上是个体育传统强项 像橄榄球,篮球这些项目在我们学校所在的这个分区里都是传统强队 另外呢,两个最强的项目,一个是女篮,我们学校的女篮 常年排在全美的前三名 而且近年来队里有这个Sabrina 目前是美国最炙手可热的大学女篮明星 而且呢,她跟NBA球星的私交关系都非常好 比如和库里和科比 她之前也被邀请去斯泰古斯中心出席了这个科比去世的悼念仪式 并且发言 我们学校的另一个强项就是田径 尤金这座城市为什么被称为田径之城 就是因为俄勒冈大学的存在 我们学校的田径队确实是底蕴深厚 1903年就建立了 有一个人不得不提 因为他对体育行业的影响实在是太巨大了 就是菲尔奈特 他是毕业于俄勒冈大学 并且也曾经是田径队的一员 那么我们学校跟耐克的关系确实是非常的紧密 在2016年的时候 耐克向我们学校捐了5亿美元 号称是美国公立学校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捐赠 那么对于学生来说 跟耐克的这层关系所带来的小小福利 就是不管学校发的什么衣服或者帽子 就都是耐克的 那么说回我们这个MBA 我们整个MBA所有方向 一年级二年级加在一起 目前总共人数是133人 所以平均下来一个年级60多人 那么平均的年龄是28岁 国际学生比例是11% 平均的工作年限是4.81年 这些数据是来自我们学校的官网 但实际情况也差不多 俄勒冈大学的中国学生很多 但是MBA项目的中国学生并不多 像我们这届体育方向MBA 总共有25个学生 那么包括我在内有两个来自大陆的 一个来自台湾的 其他的都是美国人 而我们上一届是总共有两个中国学生 既然我们班上美国学生多 国际学生少 那会不会有融入的问题呢 肯定会有 我觉得能不能融入一个群体 主要取决于两方面 第一首先就是你是外国人 美国小孩凑一块聊的话题 你肯定不明白 就好比俩北京人凑一块聊 北京国安或者我爱我家 你一个刚来中国的外国人 中文再好你也插不进嘴去 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年龄和阅历 人还是更能够和与自己年龄阅历相仿的人 找到共同语言 就像我今年三十出头 即便在国内你让我跟一个 刚本科毕业的小朋友聊天 我可能也找不到太多的共同话题 所以在这边呢 平时跟我比较好的 我们常私混在一起的 这个小群体的成员们 也是大多都是三十往上 有比较丰富的工作经历 在不同的地方生活和居住过 那么其中既有美国同学 也有国际同学 其实能不能融入一个群体 或者更好的跟别人沟通 还是取决于你自己 取决于你有没有这个打开局面的能力 我觉得我来美国之后 提高最快的一项能力 就是尬聊 不管什么人 不管认不认识 都能马上进入一种老熟人般的聊天模式 其实美国的大学 尤其是商学院 还是很注重培养学生的这个社交能力的 尤其是能够在短时间内 抓住对方 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 像我们学校经常会组织一些午餐会 晚餐会 邀请一些之前的校友 或者体育行业内的从业人员 过来跟大家交流 那个场面可能就是 每个人手里拿一杯饮料 拿一个三明治 然后转着圈的 跟各种你不认识的人聊天 你想一晚上你可能连着要说几十次 Hello nice to meet you How you doing Hello nice to meet you How you doing 然后就开始尬聊 这个确实也挺套路的 所以我觉得能不能适应这个局面 并不完全取决于语言的能力 还是取决于你能不能适应这种场合 所以我觉得这种沟通的技巧 真的可以归类为是一种技能 就是你需要并且能够通过练习 不断的练习来强化这项技能 第二呢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 它确实能够帮到你 好了今天就先聊这么多 至于还有哪些技能和能力 是来念MBA所需要的 咱们下回视频接着聊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就请订阅点赞和分享 让更多人看到 谢谢 今天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